当一个小众品牌遇上一个小众车型会差出什么样的火花 今天我身边这台杰尼赛斯G70列行版会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首先我们照例简单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 那这台G70的列行版其实整体的一个设计风格跟G70的单箱的版本是差不多的 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尾巴 车头还是采用的这种盾型的进气格单的设计 加上两边的一个分体式的大灯 所以整个车头营造出来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到位的 辨识度是真的非常高的 来到侧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后驱车的一个姿态 短前旋长车头的设计也让这台车有着一个非常好看的侧面造型 还有呢就是这台车并没有去迎合国内的消费市场去做一个加长的处理 它还是一个标轴的尺寸 这也使得它整个侧面来得更加的优雅更加的协调 尾部呢是这台车最好看也是最重点的地方了 后45度来看这个角度是最好看的 然后呢它也并没有去延续之前的G70三项版本的那个设计啊 它整体的一个设计还是有所改变的 红这个灯它采用的是一个四举正式的 跟之前的G70就有点不一样了 还有呢就是这里它采用了一整块玻璃的设计 所以呢搭配起来之后这个裂装的造型还是非常经典的 然后再往下看呢就是两个椭圆形的排气口了 搭配起来之后呢也会让这台车的一个运动感更加强烈了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打开这个后备箱 你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巨大的后备箱空间 它的后备箱空间有着465升的容积 后排的直叠比例可以做到4比2比4 所以放倒之后可以达到1535升的空间 所以啊它的这个裂装设计真的不是为了凹造型 而是真的做到了好看又实用 来到车内呢其实相比现在主流的这种什么大连屏啊 然后极简的风格设计啊 我们已经很难去看到像杰尼赛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布局了 那首先呢坐在主架这里呢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偏向于驾驶员这样的一个布局 10.25英寸的这块中控屏呢功能上来说的话算是一般般吧 因为现在跟主流的这些新能源相比的话确实不够它们打的 但是呢功能性上是完全OK的 而且呢这套车机系统是跟百度进行合作的 它里面有很多一些百度方面的功能 比如说百度的一些应用程序啊以及CarLife啊 包括它的这些APP啊或者等等的一些实用性来说的话 我觉得已经足够我们日常的去使用了 然后呢像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旗舰版的试驾车呢 它还配备了HUD以及呢裸眼3D的仪表盘 所以呢也算是兼顾到了一定的科技感了吧 重点的在于这台车整体的这种车厢的豪华感 以及呢做工用料上面的把握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这个价位应有的表现了 大部分都是这种皮质以及软质的材料包裹 包括呢座椅也是采用了这种打孔的 以及这种菱形格的一些装饰 所以呢整体的高级感以及豪华感上也是有的 然后我们今天这台呢是一个浅色系的 还有一个那是风格 它是采用了一个比较深色的设计 那那个它搭配的是一个红色的红线 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 车厢内的这种运动感会来的更加强烈一点点 车厢内的这种运动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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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